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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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全国两会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高屋建林 视野辉红 内涵丰富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战略性 引领性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是我们做好吉林各项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 强大思想武器 科学行动指南 金军还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国两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亦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系统理解 融会贯通把握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研究制定具体贯彻落实举措 确保在吉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二要坚定发展信心 强化工作举措 狠抓任务落实 聚焦十四五规划和各专项规划 抓紧对接国家部委 力争相关项目得到国家支持 深入实施项目投资攻坚行动 做好春季项目集中开工各项准备 采取有效举措 扩大消费 精准强化政策保障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在汽车 装备制造 精细化工 食品加工等传统优势领域 精耕细作 推动智能制造 网红经济 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的动能 蓄势迸发 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尽快攻克一批卡脖子问题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率先开展东北平原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 启动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加快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持续深化放管服务 和最多跑一次改革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深入推动五个合作 增强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着力解决群众 极难筹判问题 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扫黑除恶 安全生产等工作 加强污染防治 严禁接杆 露天焚烧 三要把握关键节点 紧盯重点领域 聚焦突出问题 坚决完成中央学士整改任务 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 狠抓企业打产打校 项目投资开工 生规入库入统 精心搞好备春耕生产 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 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省级县制领导干部 原省级老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秘书长参加会议 各市州 县市区负责同志 在各分会场参会 今天省委组织部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中央和中组部 有关人事安排的决定 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牢牢把握组织路线 服务政治路线基本定位 建墙干部队伍 打捞基层基础 抓好隐财御财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 创造新的更大业绩 经中央批准 张恩惠同志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常委 根据中组部有关意见 张恩惠同志任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 景俊海指出 选派张恩惠同志到吉林工作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大局出发 根据吉林振兴发展需要 和省委班子建设实际 通盘考虑 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 充分体现了对吉林的亲切关怀 对吉林省委班子和干部队伍的高度重视 对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的殷切期望 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在充分肯定省委组织部工作后 景俊海强调 十四五时期 是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的关键阶段 迫切需要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 发展好 发挥好 一要坚定不移 加强政治建设 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这个根本要求 强化政治忠诚教育 抓好政治素质考察 从严政治监督 净化政治生态 狠抓巡视整改 切实把两个维护 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贯彻到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二要坚定不移 强化思想筑魂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党员干部头脑 抓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集中培训 全员轮训 高标准高质量 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三要坚定不移 坚强干部队伍 突出旋转用好这个核心要求 激励保护这个主攻方向 从严监管这个重要保障 年轻干部这个战略任务 真正把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发现出来 任用起来 精心组织实施 视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压紧压实责任 严明换届纪律 着力建设一支 政治过硬 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 四要坚定不移 夯实基层基础 持续深入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全领域一体化 推进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 信息化建设 构建党组织领导的 共建共治共享 城乡基层治理格局 切实把党建工作 融入构建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深化五个合作 抓六稳 粗六宝 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任务中 五要坚定不移 极具优秀人才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改革创新政策机制 激励人才创新创业 培养人才建功立业 吸引人才汇聚吉林 六要坚定不移 抓好自身建设 坚持从严治部 从严律己 从严带队伍 做政治坚定 公道正派 能力过硬 求真务实 清正廉洁的表率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张恩惠 做表态发言 近日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发布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意见指出 十四五时期 是成事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整成 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我们必须坚持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 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把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 一项重大原则 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为重大任务 深入实施 八四五四九 现代农业发展计划 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十大工程 让广大农民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意见 共包括总体要求 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 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加快率先实现 农业现代化步伐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扎实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 全面领导九个方面 三十五条具体事项 意见的具体内容 请参看明天出版的吉林日报 科技成果好不好用 只有真正结出果实才知晓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说 不要在黑板上种地 要深入生产实践 田间地头的成果 比任何荣誉都更有价值 在他看来 乡亲们的致富期盼 就是他们这些农业科技工作者 奋斗的指南针 前不久 李玉院士给自己的学生 上了一堂课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这是每年新学期开学 他必上的一节课 当时开学的时候 那个是不以为然的 后来我们去那个什么 垃圾加子 东风 还有什么榨水 我记得有个村长 他说你看我们这个也会整 给我们看那个地上全都是 就是一麻蛋一麻蛋 全都是木耳 脸上就非常灿烂 那时候我就 就算是有点体会 真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就是你做这个确实是对他们有用 深入到田间地头去 留下一门技术 带出一支队伍 这是李玉乐此不疲的事 下乡考察调研 每到一地 看到有宣传实用郡的广告牌 他就会下车看一看能帮什么忙 每年大年初一 他总会在农民兄弟的炕头上过大年 了解农业生产的真实需求 进而找准科研公关的方向 来我们村考察黑木耳项目之后 看那个项目还行 在我们村里就成立了黑木耳四番园区 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到我蹲点的地方去看看农民 一块跟他包饺子 把那个大红笼笼高高的挂起来 不挺好的事吗 要和农民交朋友 让他真正认识你 懂你 和你一块使劲 这个事就好办了 哪里农民需要 李玉就出现在哪里 他和农民一起摸爬滚打 培育新品种 探索出地面摆放全光栽培 微孔初耳等多项技术 并在全省示范推广 李玉院士团队把食用菌培训课堂 开在田间地头 在汪清浑春等地 建起百公里蘑菇科技扶贫长廊 在和龙市八家子镇 建立桑黄种植基地 每年奔走在山西林县 安徽金寨等革命老区 云南蓝仓 贵州同仁等边垂一线 山路崎岖 经常一天颠簸近千公里 把行李 有可能我们都放在车上 然后我们就直接下到村子里边去 有哪些从害啊 病害啊 或者是说产量有问题了 还是说出雇的孤行有问题了 那么包括他们栽培的具体 湿度啊 怎么调解啊 这些都是他亲自去知道 他有一次是上山 就是就一下就都跌倒了 跌倒了腿 一圈一完就走 就真的是很让人心疼 从来没想过自己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就全身心的投入 农民看到他就全认识他 呼叫他就全都上来了 李月院士有很多头衔 国际药用菌学会主席 国家食药用菌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等等 然而他更看重的 还是乡亲们一下车 就把他围住 扯着他往地里走 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很幸福 我不愿意他叫我院士 也不愿意让我叫我专家 和农民打交的过程中 他真是真诚地教你 老实感觉到心里特舒服 这是他们需要咱们的技术 证明了咱们有存在的价值 这样的话你 才能够真正实现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耕种土地需要精心管护 日夜操劳 才能有秋收万胡 苍脸充实 做科研同样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把科研成果应用在 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这些年来 李育院士科研团队 始终保持实时放心不下的自觉 始终怀有福一把老百姓的情怀 上下求索 魔储成真 与大地贴得更近 植根更深 他们正在用人民信赖的行动 把科技成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 三月以来 我省续建高速公路项目陆续复工 拟开工新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有序推进 预计三月二十号前后 项目全部实现开复工 这几天 东霜高速项目辽宁段已提前复工 正在进行香粮的预制 早在东西期间 施工方就积极备料制定冬季施工方案 年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场 并结合天气条件 采取相应保温措施提前施工 东霜高速项目 起自辽园市东风县 中道双辽市 建设室为保护二龙湖水源地 其中近8.5公里路程 经协调绕行辽宁省境内修建 这也是我省第一次 跨省组织实施建设 为抢抓工期 项目建设现场还建起了保温棚 提前开展钢筋捆扎 混凝土搅拌施工 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 工期可提前8个月 打通辽宁段 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和交通旅游 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 还人至齐安 大普柴河至烟桶山项目等 高速公路建设也陆续复工 今年1月份 按照省委省政府 三抓三早项目建设要求 省交通业书厅超前谋划 项目开复工准备 根据项目实际 分标段分工点开复工 确保3月20号前 所有续建项目 及具备条件的新项目 全部复工开工 4月20号前 全省公路项目掀起建设高厂 对于你新开工的项目 我听对照1045和2021年发展目标 根据开工时间倒排工期 自定时间表路线图挂图作战 按照五化工作法 狠抓落实 据了解 十四五期间 吉林省计划安排 交通建设投资 不低于2000亿元 比十三五增加670亿元 增长50.4%以上 近年来 白山市持续按下 优化营商环境快进建 服务沉下去 解题办法多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 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开年以来 白山轩源商贸公司负责人贺强 打算扩大产品种类 开通线上销售 急需一笔资金 在白山市政务大厅咨询时 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APP小程序解了燃眉之急 一番操作短短几分钟 企业所需要的发展资金 就到了账 这个小程序很方便 打开之后 就能看到涉及我们 小微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 办事流程 尤其这个工行 个人经营快段很方便 现在我们企业能够 横向发展更多的项目 能够多带领几个品牌 增加我们的利润 为方便小微企业办理业务 加快复工复产 2020年6月 白山市推出了这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APP小程序 除了贷款业务外 还可以办理员工招聘 生产经营 清算退出等 小程序上线以来 应用访问量已达3000余次 6户中小微企业 及时获得贷款239万元 当地还推出了 帮办代办服务 实行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 促进项目早落地 早开工早打产 以前办的项目所需 都有到各个单位反复去跑 自从私政府大厅 推出了帮办代办服务 现在来一次 或者一次不用来 我企业就能办成事 近年来 白山市加快推进 放管服务和最多跑一次改革 将政务信息共享 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 数字政府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等领域工作 列为重点 先后打通了 营业执照 客工章 银行开户 纳税多个环节 做到了企业开办 一件事一次办 时间压缩至一天 工程建设项目 在全省率先实现了 水电气热 静听联办 七类项目审批实现 最短17个自然日 并在全省率先推行 不动产窗口业务 实现立等格局 我们不断加强 信用体系建设 全国城市信用排名 从后50名 提升到前50名 两年提升近200名 今年 我们将全力打造 主动服务 上门服务 让企业领跑腿的 服务模式 进一步提升 企业幸福感 获得感 为建设一国一城 营造更加顺心 省心 舒心的营商环境 刘云志现任 中央歌剧院院长 艺术总监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作为吉林人 刘云志一直对家乡的 文化艺术发展高度关注 一心回馈家乡 近日文化艺术界人士 助力吉林振兴发展 座谈会在京召开 刘云志表示 将进一步支持 家乡文化艺术发展 献计献策 倾心倾理 吉林有着丰富的 艺术资源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 只要能够深度挖掘 就一定能创作出 辐射全省乃至走向 全国的艺术精品 在刘云志看来 自己有责任 有义务 为家乡文艺事业的发展 做些事情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 关键在于细化 是可持续的 是有科学的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才有可能真正推动 区域或者全国文化发展 刘云志表示 未来 他将以中国歌剧院为平台 致力于为百姓 提供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 同时助力家乡的文艺团体 与其他地区高水平的 文艺团体对接 加强合作 共创精品 一个是专业团体 专业教育机构 力量增强 另外是大面积的 提供公共高质量服务的 这样的思维 让所有吉林省 市 县 乡 都不要有四角 让文化走入所有的家庭 今天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为了引导消费者 树立安全 科学 理性的消费观 吉林省各地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今天 省市场监管厅 省消费者协会 在长春市银融社区 举行消费教育基地接牌 即白场放心购租房 圆拟安居梦消费维权大讲堂 启动仪式 省消协将以社区为消费教育基地 为居民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 关注消费者诉求 积极回应百姓关切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 一系列的 切实为广大消费者维权的活动 与省人民检察院 共同建立公益诉讼机制 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省市场监管厅还将继续实施 放心消费在吉林创建工程 出台各项优化消费环境 助力消费增长的举措 正值春耕备耕时节 辽元 梅河口 浑春 双辽 通化线等地开展农资打假活动 执法部门组织多路小分队 深入乡村检查农资经营户门店 通过发放经营业户信用承诺书 致农民朋友一封公开信等方式 帮助农资经营者知法 懂法 守法 做到合法经营 诚信经营 保护广大农民合法权益 对全市的农资市场 进行了化肥的车上检测 进一步保障农民朋友的合法权益 保障农资市场经营稳定秩序 通化 松园 长岭 大安等地 开展了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整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检查人员要求各消防产品销售单位 严格落实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资格审查制度 严禁 致受假冒 伪劣等不合格消防产品 选购消防产品的时候 可以通过手机扫一扫的形式 扫描消防产品身上的标识明码 这样也可以通过对比产品的生产日期 型号等等来辨别消防产品的伪劣情况 严吉 徽南 东风 图门 龙井等地 开展了名品优质消费体察推荐活动 让老百姓买到放心产品 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长春 吉林市四平等地 还对2020年度商品质量监督管理中 发现的侵权和假冒伪劣等不合格商品 进行了无害化销毁 进一步维护流通领域商品经营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积极广泛搜集线索 涉嫌假食品 假药品的 发现一起 打击一起 严吉机场将于2021年下航季 开通由东方航空执行的 严吉至燕台到南京航线 下航季执行日期为 3月28号至10月30号 每天一班 通过航班航线宣传沿边旅游文化 加快沿边州区域经济发展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3月14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提醒广大公众 当前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形势依然严峻 大家要束牢常态化防控意识 要坚持外出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 不聚餐 不聚集 减少疾病感染风险 今天全省范围迎来一次 寒潮沙尘天气过程 雨雪过后 各地气温明显下降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 沙尘暴黄色预警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 我国北方多地有阳沙或浮沉天气 今天早晨 我省中西部迎来 今年首次沙尘天气 白城通雨出现阳沙 松原 长春四平 吉林西部一带出现浮沉或霾 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以下 预计今天夜间 沙尘天气将逐渐减弱 冷风过境以后 虽然有所转好 但是中西部地区 由于降水量比较少 所以风力还持续比较大 所以后期也不排除 这个沙尘天气还会持续 受寒潮影响 今天全省大部迎来 不同程度降水过程 但雨量普遍不大 雨雪过后 全省气温明显降低 现在冷风过境以后的地区 大概在0到2度之间 那么夜间气温还将持续下降 并且下降的范围将逐渐扩大 降温的幅度大约在8到12度之间 为防止冷空气入侵 给设施农业生产带来影响 通化等地相关部门 迅速启动设施农业 防低温应急预案 组建技术队伍 深入果树种植基地 指导农户采取煤增温 电增温 及日光增温等方式 提高蓬膜温室温度 公安交通等部门 启动应急预案 加强交通指挥疏导 今天午后 我省中西部降水过程基本结束 路面较为湿滑 气象部门提醒 市民出行应注意交通安全 同时注意防尘 根据气温变化 及时增加衣物